話說荃灣這裏是很多客家人住的地方 有很多人來到荃灣購物都未必知道荃灣有客家村 今天客家的年輕子女或者會懂得跟外國人說雞腸 和大陸人煲冬瓜,但是就沒有幾多人會懂得說客家話 唉,語言這件事或者會跟著時代改變 但是就有一件事客家人是很想保留下來 這件事就是... 武 麒 麟 這位武麒麟的師傅是客家人 他自有學習武麒麟 亦都是這間武館的渣貝人 讓我介紹武麒麟給你知道吧 相傳早在春秋的時候已經有人沒有跟麒麟 若莫在明清時代 武麒麟就跟著客家人的南千來到香港 話說麒麟來頭不小的 他是觀音大使的造企 又是代表上序的中國四帝神獸之一 有傳說話,麒麟會送紙 上丁材兩黃,兒村滿堂 那就要沒有麒麟了 麒麟頭其實有竹和紙來製成的 首先要用竹紮成框 然後將沙紙貼上去 跟著賞色和賞光油 喂喂,師傅,慢著 等一下,用不需要那麼溜靈啊? 想認識得那麼隨便 怎會有人給面 想認識之後 就將頭和身 放在一起 一隻雙無有神的麒麟 這樣就完成了 麒麟頭上面有代表 吉祥的富貴花 和銅錢的裝飾 麒麟背著有鮮艷的顏色布條造成 好像很厲害那樣喔 當然啦 說話當然要有壓力 母麒麒麟當然要有鼓勵 其實母麒麒麒麟跟母龍舞獅一樣 會不會有 要不同步伐 打勞 客家人在結婚的場下 會不會有麒麒麟 還有呢?還有呢? 在告年參賽的時候會不會 總之每逢喜慶大師 過時過節 客家人就會不會有麒麒麟 學識客家文化越來越少人識 希望這種文化 不單好似想這樣 只是被人記錄下來 而是真真正正的傳證下去 靠了你們啦! 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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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著� zab狂來融ore球 靠柔… 靠用… 靠合… 靠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